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捣乱的邻居还是有的 也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麻烦 最早出现麻烦的地方是安南 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 又称交址 汉唐石为中国的一部分 到了五代的时候 中原地区打的是昏天黑地 谁也没有时间管他 安南便独立了 但仍然是中国的蜀国交往密切 明洪武年间 朱元璋曾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 双方关系良好 自此安南仿效朝鲜向大明朝贡 凡国王继位等大事 都要向大明皇帝报告 得到正式册封后 方可确认为合法 在建文帝时期 安南国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 大明对此事一无所知 永乐元年 安南国王赵丽派人朝贡 朱棣和礼部的官员 惊奇的发现在朝贺文书上 安南国王不再姓陈 而是姓胡 文书中还自称陈氏吴后 自己是陈氏的外甥 被百姓拥立为国王 请求得到大明皇帝的册封 这篇文书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破绽 事情似乎也合情合理 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朱棣 感觉到其中一定有问题 便派遣礼部官员到安南探访时情 派去的这个官员名叫杨伯 他带着随从到了安南 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 他在安南转了一圈 回朝后便证明安南国王所说属实 并无虚构 朱棣这才相信 正是册封胡适为安南国王 于是安南的秘密被继续掩盖 事后看来 这位杨伯如果不是犯了刑事主义的错误 就是犯了受贿罪 黑幕终究会被揭开的 永乐二年 安南国的大臣黑伯齐 突然出现在中国 他说呀 有这个紧急的事情 要向皇帝禀报 他随即就被送往了京城 在得到朱棣接见以后 他以见证人的身份 说出了安南事件的真相 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在建文帝时期 安南的丞相 黎继毛 突然发难 杀害了原来的国王 及拥护国王的大臣们 然后他改名为胡适元 传位给他的儿子 并设计欺骗大明皇帝 想骗取封号 裴伯齐实在是一等一的忠臣 说的是声泪俱下 不仅这样 他还写了一封书信 其中有几句话 实在是感人哪 这话呢是这么写的 臣不自量 敢笑申包续之中 哀鸣雀下 服愿兴调伐之师 龙忌绝之意 荡厨兼凶 复利臣氏 臣死且不朽 裴伯齐是激情慷慨的臣词 可是这个效果 却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呀 因为朱棣 是一个保经政治风雨的 全场老手 对这一说法 他呢是将信将疑 而且从裴伯齐的书信来看 很明显 这个人的用意在于借明朝的大军讨伐安南 这可是一件大事 朱棣是不可能啊 仅听一面之词就发兵的 于是朱棣呢 就安排裴伯齐先住下 荣厚再谈 同年八月 另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打破了朱棣的沉默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原先安南陈氏国王的弟弟 陈天平 他呢也来到了京城 并证实了裴伯齐的说法 这一回朱棣为难了 如果这两个人所说的是真话 那么这就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必须出兵了 可是谁又能保证 他们没有撒谎呢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朱棣以前并没有见过陈天平 对他而言 这个所谓的陈天平 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万一要听了他的话 派兵送他回国 最后证实他是假冒的 那堂堂的大明国 就会名誉扫地 难以收拾局面 这可真是一个政治难题啊 然而朱棣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解开了难题 大凡到了年底 各国呀都会来朝贡 以公祝大明来年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安南呢 他也不例外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 安南的使臣 如同以往一样来到明朝京城 但他们绝没有想到 一场好戏 正在等待着他们 使臣们来到宫殿里 正准备下拜 坐在宝座上的朱棣 突然发话 你们看看这个人 还认识他吗 此时 陈天平 应声 站了出来 看着安南来的使臣们 这些使臣们 大惊失色 立刻就下拜 有的呀 还痛哭流涕 一旁的裴伯齐 也是十分的气愤 他斥责使臣们 明知现任国王是 篡权贼子 却为虎作伥 安南使臣们 个个都惶恐不安 无以应对 老道的朱棣 立刻从这一幕中 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他啪的一家伙拍案而起 历声斥责安南使臣 蒙蔽大名 对篡国奸臣不闻不问的 恶劣行径 搞清楚事情经过以后 朱棣立刻就发布诏书 对现任的安南国王 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 让我满意的答复 我就让你好看 朱棣的这一番狠话 还别说 很见成效 安南现任胡适国王的答复 很快就传到了京城 在答复的书信中 这位国王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和自我批评 表示自己啊 不过是临时占个位置而已 国号纪念都没敢改 现在已经把位置空出来了 诚心诚意等待着 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 这个回答让朱棣十分满意 他呢 也宽容的表示 如果能够照做 不但不会追究他的责任 还会给他分封土地 然后朱棣立刻安排 陈天平回国 话虽然是这么说 朱棣那是个十分精明的人 他深知口头协议和文书 都是信不过的 这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 因为当年他自己 就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东西 为保障事情的顺利进行 他安排使臣和广西将军黄忠 率领五千人护送陈天平回国 按照朱棣的设想 陈天平继位之事 已经是万无一失 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耸人听闻 黄忠护送陈天平到了安南之后 安南军队竟然设服杀害了陈天平 还顺道杀掉了明朝的大臣 封锁道路阻止明军前进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 朱棣被激怒了 被真正的激怒了 够东西 真是胆大包天 扬奉阴违也就罢了 竟然敢当着明军杀掉王位继承人 连我派去的使臣都一起杀掉 不报此仇 大明何用 养兵何用 胡氏父子终于安心了 陈氏的后人全部被杀掉 还顺便干掉了明朝使臣 虽然知道明朝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 但他们也早已安排好了军队防御 并在显要位置设置了关卡 只要我们占据有利地势 再拖上几年 明朝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父子俩的地位 这就是胡氏父子的如意算盘 算盘虽然是这么样打 但他们也明白 明朝发怒攻打过来 那可不是好玩的 于是日夜不停的操练军队布置防御 准备应对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啊 过了三个多月 明朝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哎呀 父子俩心里面这个高兴啊 在那窃喜 莫非他们觉得地方偏远 不愿意来了 胡氏父子啊 还没高兴多久呢 战争的消息就传来了 部下向他们报告军情说 明朝军队已经正式出发 准备攻去安南 这呀 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一切防御工作都已经准备好 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胡氏父子之所以还能够如此的打肿脸充胖子 强装镇定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父子两个呀 并不知道为什么明朝要过三个月才来攻打他们 那是因为啊 军队太多需要动员时间 多少军队需要动员几个月 我告诉你说吧 是三十万 当然了 根据军事家们的习惯 还有一个号称的人数 这次明军共三十万 对安南号称是八十万 胡氏父子从手下口中听到这个数字后 差点都没有晕过去 带领这支庞大军队的正式名将朱能 此人我之前已经介绍过多次 让他出征表明朱棣对此事的重视 朱棣期盼着朱能可以一举解决问题 明军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 兵分两路 一路以朱能为统帅 自广西进军 另一路由穆盛带领从云南出发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惯例 凡是攻打安南 必从广西和云南分兵两路进攻 几乎已经成为固定的套路 从古一直用到今 可是意外发生了 朱能在行军途中不幸病倒 经抢救无效 是事了 去事了 这也难怪 因为大军出发走到广西 足足用了三个月 一路上颠簸不定 朱能的所有精力 在那场惊天动地的静难大战中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再去参加一场战争 也太苛责他了 应该休息休息了 朱能的位置空出来了 代替他的倒也不是外人 就是被朱棣称为 静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张福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因为朱能的突然去世 让很多人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忧虑 而这位微信远不如朱能的人 能否胜任主帅职位 也是很让人怀疑 在下属们不信任的目光中 张福召开了他的第一次军事会议 他详细地介绍了作战方针和计划 其步骤之周密精确 让属下探服 最后张福说道 当年开平王 就是常玉春 当年开平王远征中途去世 齐阳王李文忠 代之大破援军 我虽不才 愿孝前辈 与诸位同生共死 誓破安难 稳定住了士气 准备妥当后 张福自广西平祥 正式向安南进军 与此同时 穆盛自云南进军 明军两路突击 向安南腹地前进 事实证明 安南 安南胡氏父子的自信 是靠不住的 张福带兵如入无人之境 连破碍流 机灵两关 一路攻击前行 并在白鹤 与另一路 陆盛的军队会师 至此 明军已经攻破了 安南外部防线 突入内地 现在 横在张福面前 阻碍他前进的 是安南重镇多邦 多邦 虽然是安南重镇 防御坚固 但在优势明军的面前 似乎也并不难攻克 这是当时 大多数将领们的看法 张福也派出了许多探子 去侦查城内的情况 直觉告诉他 这座城池并不那么简单 张福的这个感觉是正确的 这座多邦城 不但比明军想象的更为坚固 在其城内 还有着一种秘密武器 什么武器呢 就是大象 安南的军队啊 估计到自己的战斗力不足 便去养了很多大象 准备在明军进攻的时候啊 把这些庞然大物放出来 让他们来突袭明军 大象这种动物 皮厚结实 又硕大无比 战场之上 仓促之间 一般的刀枪 也奈何不了 该怎么办呢 有人呢 给张福出了一个可以克制大象的主意 不过在今天看来啊 这个主意说了与没说 似乎是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条妙计是什么呢 就是啊 你呀 找狮子来攻击大象 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 必定能够吓跑大象 我们暂且不说 在动物学上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单单只问一句 去哪儿找狮子呢 大家知道 中国是不产狮子的 难得的几头狮子 那都是从外国进口的 据后汉书记载 汉章帝时啊 肉之国曾进贡狮子 此后呢 安息国也曾进贡过 但是这种通过进贡方式 得来的狮子啊 数量必然不多 而且当年也没有人工繁殖技术 估计也是死一头少一头 就算明朝还有狮子 应该也是按照今天 大熊猫的待遇保护起来的 怎么可能给你去打仗呢 那该怎么办呢 狮子没有 大象那可是活生生的 在城里面等着呢 难不成画几头狮子出来打仗 嗯 恭喜你 答对了 给您加十分 没有真的 就用画的 当年的张府 就是用画的狮子去打仗的 张府不是疯子 他也明白 用木头和纸壶的玩意儿 那是不可能和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较劲的 不管画的多好 毕竟那也只是画出来的 当不得真 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 张府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应对方案 准备攻打严密防守的多帮城 张府的数十万大军在多帮城外住了下来 却迟迟的不进攻 城内人的神经也从紧绷状态慢慢的松弛了下来 甚至有一些城墙上的守兵也开始和城边的明军士兵啊打招呼聊天 当然了 这是一种挑衅 在他们看来 自己的战略就要成功了 明军长期待在这里 不计必然跟不上 而攻城又没有把握 只有怎么着 只有撤退这一条路了 安南守军不知道的是啊 明军迟迟不进攻的理由很简单 什么理由啊 刀在砍人之前磨的时间越久就越锋利 明军再磨刀 磨好了刀 用起来杀伤力才会更大 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以后 明军于十二月的一个深夜 对多帮城发起了攻击 明军